大家好 我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新内科的徐红新医生 有不少朋友在问 冠心病做了支架 每年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另外也有人认为 冠心病做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了 不定期复查 也不来随访 甚至自行停药的 所以今天徐医生就跟大家讲一讲 冠心病患者在做了支架以后 每年需要做哪些检查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检查呢 来跟大家讲清楚 冠心病是一个慢性病 今后复发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因此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 不管有没有装支架 都需要终身服药来减少冠心病复发的风险 那么服药过程中需要定期的随访 做相关检查 一方面是为了评估治疗效果 了解您的血压 血糖 血脂等是否控制达标 另一方面是严密观察是否出现药物负作用 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 做了支架手术以后 我们一般来说 一个月 三个月 半年和一年的时候要做一些检查 这些检查主要包括测量血压和心率 抽血化验 心电图和心脏踩操检查 血压和心率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是要着重观察的指标 建议平时要在家里测量血压和心率 冠心病患者的血压目标值是小于14290毫米拱柱 如果能够耐受 最好小于130280毫米拱柱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是冠心病患者的心率 指南建议冠心病患者静息状态下心率55-60次每分钟是最好的 抽血化验包括血肠硅 血糖 血脂和肝肾功能 因为服用的抗血小板药物 比如阿斯匹林 利比格雷或者蒂格瑞洛 因此我们需要监测血肠硅中的血红蛋白和血小板数量 另外 血糖和血脂也是我们要观测的指标 对于有糖尿病的患者 需要控制血糖达标 年轻的或者糖尿病病程比较短的人群 空腹血糖要控制在6以内 餐后血糖控制在8以内 那对于年纪比较大的或者糖尿病病程比较长的 有并发症比较多的人群 空腹血糖控制在8以内 餐后两小时血糖控制在10以内 对于血脂 我们要特别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指标 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 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在1.4以内 此外 脂蛋白A也是导致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因此也需要关注 对于胸闷气短心衰的患者 我们还需要复查脑拉胎前提来了解新功能 检查肝肾功能使我们需要检测安全性 是否发生了药物或者疾病引起的肝肾损害 对于有胸闷胸痛 心慌心剂症状 或者脏搏仿畅等心率是长 或者心脏扩大心衰的患者 我们需要做心电图或者24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查 那么对于既往有发生过心梗或者有心肌肥后心脏扩大的患者 需要定期复查心脏采超 最后呢 冠心病支架适合一年左右 会根据患者的症状以及灌脉病变的情况 选择灌CTA或者灌脉噪音检查 来了解虚管的情况 并且调整治疗药物 大部分患者可以减少一种抗许小版药物 改双抗为单抗治疗 那么以上就是冠心病患者植入支架以后 需要做哪些检查 以及为什么做这些检查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健康 关注心血管徐医生 咱们下期再会